好 我們說中國大陸科研能力 華為只是一個縮影 因為它代表是中國大陸不斷的突圍 而且帶給人類更好創新的力量 我們說到華為這支手機 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衛星電話真的很便宜 每個月十塊錢 但是很多的電信營業商 是補貼十塊 意思是其實是零元 然後你真的要撥打的話 每分鐘大概是九塊錢的通話費 好 那Mate60 Pro 就提供了這些幾乎零成本的求救機會 那它使用的是天通一號的 一二三顆衛星 它cover範圍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可以看得出來 在中國大陸周遭絕對都非常的能夠用到 但是蘋果被說你短期間內 很難實現衛星通信的這個天線 為什麼呢 蘋果它還要繼續採用高通的晶片 意思是什麼意思 蘋果自己也要研發5G的這個 機瓶的這個晶片遇到了瓶頸 它不像華為自己研發自己創作出來 它其實遇到很大瓶頸 但是不管怎麼樣 蘋果跟高通 大家知道它科研能力也是夠的 它還追得上 但是三星看起來是不行的 我想先問一下大使你怎麼看這一塊 我想就是說以蘋果15今年推出來 剛推出來 普遍的大家給它的評價是三無 不是嗎 無亮點 三無 無創新 無升級感 對不對 你給整個的這個 廣大的市場在期盼 蘋果說最後是35 我再要平復 沒有亮點 沒有創新 沒有升級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人家就說 那就等蘋果16吧 這支也就跟蘋果14沒差別了 對 可是問題就變成 華為這支Mate Pro60 Mate 60 Pro 基本上我覺得幾大創新 光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蘋果在短時間趕不上 第一個衛星通訊 衛星電話過去比較麻煩的是 它有一個很大的天線 外接的天線 這支蘋果手機天線不見了 那個華為手機不見了 華為手機全部收進去了 微型化 微型化 而且直接跟這個 這個好 天上的 天通一號 三萬五千公里 三萬五千公里 天通一二三號連接 然後呢 它使用衛星電話的時候 它不需要換芯片 對 它直接就怎麼樣 如果通過通訊 直接在線上就可以開通 對 而且這個開通 你開通以後 你可以就是說 一分鐘九塊錢的 你也可以兩百塊 兩百塊 一個月兩百塊 你可以打一百分鐘 或者三百塊 你打兩百分鐘 看你的需求 看你的需求 所以這個便利度非常的高 所以回過頭來就變成 這個光 我們只講到這個 Mate這一支手機的 它的衛星電話 這個 你蘋果16 會有嗎 會有這個功能嗎 我是懷疑 我是懷疑 這個可是一個 所謂的真的是有升級感的 一個手機 Mate Pro 對不對 絕對是有升級感 絕對有創新 絕對有亮點 另外還有一個 新閃 跟4000個 4000個對象 裝置連結 而且它的速率 比你的這個什麼藍牙 什麼牙 快多少倍 這個新閃就是在實現什麼 萬物互聯 連剛剛我們講 孟晚舟講的這個萬物互聯 這個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裝置之一 你不但要對象可以多 你的速度要快 對不對 你的什麼 你的裝載量要快 這新閃全部達成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的硬體上 有這樣子的新閃機 請問 這個是華為的專利 你將來 你蘋果是買華為專利嗎 對不對 把你的這個藍牙 跟你的這個Wi-Fi都收起來 是不是 還是就是如此 要不然你怎麼競爭 你怎麼競爭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真的來講的話 蘋果本來是一個 慢蒸氣的小孩子 可是被美國這個 政府這個父母親 硬是把他寵壞 他要出去跟人家競爭 你要他自己去 自己去上擂台去打 你在旁邊幫人家助拳幹嘛 對不對 你發覺這個對手很強 你去跟華為這個對手 在拳台上 大家爭刀爭槍比一下 美國政府在幹嘛 打壓 就是說華為在那邊休息的時候 美國政府把他的那個什麼 他裡面的飲料 去灌了一些迷藥 麻藥 對不對 或者放了一些蟹藥 他去破壞華為 破壞對手 那你蘋果說 這個對手很簡單 我的這個政府幫我解決了 說到這個破壞 他就沒有創新了 對破壞我們來補充一下 我們再回來上一張 因為大使特別想要破壞 因為來看到說什麼 中國大陸這邊也發現了 國家安全局美國有三招 怎麼樣破壞中國大陸呢 他就提到2009年就開始 入侵華為總部的伺服器 還有包括西宮大海 遭受到網絡攻擊 成功提取二次約會 間諜軟體的樣本 而且可以看得出來他有哪幾招 第一個就是網攻武器化 另外再要求相關科技要開後門 你就可以看到 另外還有可能是 做賊喊抓賊 都聽聽說這種道德好危險 你美國竟然2009年 入侵華為的總部伺服器 對 最近那個西宮大 西北工業大學的電腦系統 也被侵入 對 已經查出來了 是美國這個CIA的 二次聯會的 那個所謂的那種後門軟體 對 都抓出來 中國大陸已經叫 其實俄羅斯很早就講過說 美國不要叫了 你什麼被人家 被人家駭客入侵 前天說人家駭客入侵 他說誰都知道 在電子作戰能力上 你美國是最強的 對 當然現在未必啦 現在以中國大陸這方面的 也很強 沒錯 突飛猛進 未必是你美國的 不是美國對手 可是美國在這一個行業裡面 遙遙領先了多少年 對 所以它進入人家的體系 如探囊取物 第一個 你看它那個國家安全局 那個規模 對 它這個要花大錢 你不只是你看它的硬體 它裡面的人才用多少 那都是高端人才 你知道全世界的駭客 每年都會被誰邀到 邀去跟它做這個座場 都是美國的大的電子工廠 因為為什麼 它會知道你這個整個系統的 這個漏洞在哪裡 對 所以他們要付給這些駭客 知名駭客 很多的報酬 讓它幫你告訴你 它這個產品的弱點在哪裡 對 誰在做這樣 都是美國的一流公司 還有美國的政府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駭客被怎麼樣 被組織化的這個吸收跟運用 就是美國在做的 那美國事實上 尤其它這個情報刺探 那可是 可是被抓了多少次 對不對 被抓了多少次 那個 Snowden Snowden那個事情 你看把美國 對 你看美國花大本錢 每天搞情報戰 對啊 搞情報戰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真的某種程度上 不是很高的程度上 就是捉賊 還有喊抓賊 對啊 所以您認同嗎 美國常常是自己攻擊別人 但是卻說 中國大陸好危險 天天網攻我們 但是呢 被抓包 我不相信這個外國媒體 美國媒體有報 這個西宮大的新聞 還有包括了 竊取華為總部的這個新聞 我們來看看 美國媒體有這個關注嘛 好 那不管怎麼樣 中國大陸我們剛才特別講到 這個北斗衛星 還有包括衛星通信很強 然後呢 美國不斷怎麼樣 硬吹 吹引渡 那最近來看到是說 印度拒絕用中國大陸 北斗嘛 還說自己研發成功的自研衛星 然後就宣稱 我要比這個北斗強 比GPS強 但真的嗎 我們攤開數字來看一下 北斗衛星共有36枚的衛星 涵蓋範圍各十百千萬 三萬五千八百公里 然後呢 得到全球大概120多國的認可跟使用 然後華為啊 我們剛才介紹 很多手機 它都可以用到這些北斗衛星 然後雙向服務 然後GPS也不錯啦 那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28枚衛星 不過 4枚是備用 其實只有24枚在運作 其實它輸給北斗了 然後俄羅斯的Glunas的系統呢 30多枚衛星組成 但大家都知道 它其實還是有些缺陷 所以呢才會 所以俄羅斯也用了北斗 那印度呢 它只有9枚的 IRNSS衛星 最介於是1500到2000公尺的 低軌衛星 目前只能在印度本國使用 但是它卻說 我就是要比北斗 還有GPS強 我覺得印度這個吹牛有點 吹得過頭啊 因為它這個屬於低軌衛星 低軌衛星你只有9顆 你能涵蓋範圍有多大嗎 非常有限啊 搞不好全印度也含在不了 對 印度也蠻大的 對 北斗 北斗數目是 北斗是高於美國的這個數目 因為美國的這個 它的衛星 它是20 大概28顆 28然後4顆備用 4顆備用 它就24顆 那中國北斗是36顆 可是中國北斗是 最高是3萬5千公里的 那北斗它 北斗3萬5千公里 GPS是20萬 它是非常高的 所以越高它的涵蓋面越大 那就是說 所以印度這9顆 就是說要跟中國大陸來 較量 較量 我覺得就是說言之過早 有點 太吹了 太自大或太吹牛了 那你知道這種所謂的 中低軌衛星星鏈計畫 要發多少顆嗎 要發4萬顆 對啊 它要把它佈滿 全地球都佈滿 全部佈滿 所以中國大陸也要發 這個低軌衛星 因為差不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6G基本上 大家都是通過 這個跟網路 衛星互聯 它的速度快 傳輸量很大 比現在通過這個 基地台來講的話 那是往上提升一階 必然要走到這個 6G可能 2028年 2030年 它就要變成這個 變成主流 就要開始運用了 所以也很快了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印度在這個裡面 可以說我覺得 有一點自我感覺太過於良好 就是他們這個民族的一個特性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瘡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詞廢 然後有人提示 感谢观看